小弟 你姐妹她全身都没用了 她的心早就给了别人了 你姐破烂啊 我废我跟你联系这么久 你连一个女人的正常感应你都不知道 这是你给我回来回去了 这话让鸡无双挡羞成 随即她就驶出门 将狼女击飞出去 你是不是给了别人了 她叫卓一航 到底给了你什么 你的名字 我现在叫练你一声 不是狼女 听到情敌只有一个名字就能得到狼 细无双便失去了兴致 为了给狼女一个教训 她再次提出 要想离开魔教 必须在不使用武功的情况下 光脚接受哭泣 如果成功突如 从此她便是个普通的自由人 为了能离开魔教 狼女丝毫不拒 就算路上的刑罚让她双脚拨去 她也依旧坚持 可就在她即将过关时 一个魔教弟子突然从后面偷袭 随后一旁的众人便开始一起回 因为不能用武功放弃 所以狼女只能一埋着狼 众人这才凭手 不曾想就在众人都以为她没了气息时 狼女却突然站起 我可以糟了吧 糟了 就这样 狼女成功离开了魔教 此时另一年 当众弟子不知 卓一航跟狼女也无难免之情 于是他们就要将卓一航带回武当 看到对方趋一一决 何绿华便想射击江西骗武 你也应该回去跟她老人家交代个清楚 听到这话 卓一航一时心无 便跟着众人回到武当 不曾想她刚推开武 大殿队却是尸身一片 等她又左脚 头顶突然低下几一人血 卓一航抬头一看 上面竟是掌门的头 于是她连忙将其取下 是我们的身体 是我们的身体 是我们的身体呢 杀 很快他们就找到了掌门的身体 还将二船放在里头 正当众人沉浸在失去掌门的悲伤忠实 楼上突然传来一个弟子的喊声 卓一航见绝联盟上 询问这一切都是何人所谓的 然而弟子用情最后一根心 说出的竟是狼女的 这让卓一航一时不容易相信 正乔此时狼女来保护他 当弟子见证 当即就要给死去的师兄弟报仇 然而就算众人一起出手 也不是狼女的为什 卓一航见证严谣致致致 为了听狼女性谋说这一切 狼女的关系 卓一航一直言笑话 是不是感觉 他们自己想 不怪我的事 我见不得 更跟我早 虽然卓一航不愿相信 这一切是狼女所谓 但是听到对方没有证明点 悲伤过度的态 也只能认定狼女是此时的凶手 看到卓一航如此不相信自己 狼女转头就要离开 可此时的武当弟子 却上前将其拦住 狼女见状也不再手轮 直接甩出长边利落斩杀戒 随后他抓住何绿华 就要将其勒死 关键时刻 卓一航一剑斩长边 还狠狠扇了狼女一个巴掌 就在狼女回身时 何绿华却趁机一剑将其刺穿 此时狼女的眼中已经充满了怨恨 他不明白 明明昨天他和卓一航两人 还如交似器 今天对方居然能这样不相信他 想到从前两人的一点一滴 狼女内心的执念 让他瞬间从满头青丝变成了白发 这下的众人连连后退 一旁的何绿华剑主 刚要趁机上前偷袭 却被狼女及时发现 一剑将其钉在了大板上 接着他退却无意 伸出长发勒住其他弟子的脖子 在一个飞升而上 就将众人全部斩杀在地 此时殿内只剩下卓一航业 不曾想就在这时 武当掌门突然出现在他的身后 这话让卓一航一时现了 不料师傅剑壮却突然开始打响 紧接着便用剑刺中卓一航 随即纪无双出现 卓一航这才明白 武当师们惨遭屠杀 都是纪无双假扮狼女所谓 于是他将剑拔主 就要和对方决战 可此时的他身受重伤 根本不是纪无双的对手 只能任凭对方的武装 眼看纪无双要将卓一航拉倒包起 危机关头 狼女折返回来 打漏大殿的身形 其实制止了纪无双 随后四人展开一阵挥斩 只见狼女再次伸出头发 缠住纪无双 没想到却被对方抓住扩展 反将他抓到身边 一阵翻转的一路过后 纪无双就将狼女申了出去 正在他们得意自己武功无人能敌视 卓一航突然从背后出现 一剑将纪无双劈成两边 就这样 武林中在武魔教教主纪无双 大战的武器 狼女含恨离开武当 卓一航知道自己不见 为了弥补过去 让狼女恢复人业 他便来到雪山 一直等待 能让人烦恼环同的幽台起花盛来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 以上就是文奇视频的全国内容 更多经典电影 我们下期见